唐一飞先前在直播透露 目前一家八寇人都在武汉家中 还好她与家人的心态都非常好 并没有因此而焦虑和恐慌 前段时间 唐一飞身处武汉老家与大张伟王一博等于直播时 透露自己的三位家人 旧奶奶旧爷爷 以及小姨均感染了新冠肺炎 其中症状最严重的是年近80岁的旧奶奶 看到这个消息后 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担心 近来唐一飞再次带来了好消息 她发吻称 自己78岁的旧奶奶已经痊愈了 并且还亲笔写了自己患病到治愈的所有心路历程 唐一飞的旧奶奶快80岁了 她很坚强 她坚定地对唐一飞说 我要好好吃东西 我想活下去 目前唐一飞的旧奶奶病情已好转 唐一飞把家里的情况分享给大家 就是想鼓励更多的人 只要我们有信念 就一定可以战胜病毒 为了感谢所有用耐心和爱心 挽救别人的百业天使 唐一飞将旧奶奶的亲笔信发布了出来 从旧奶奶的长信里 不难看到 虽然已经78岁 但老人家的自己却刚尽有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访卡 不得不合产 连派